張智霖這日出席活動,說到快是聖誕節 他打算一家人一起去滑雪 是的,都要去陪家人 自己去年也學過滑雪 但不太成功,今年再接再來試試會不會好些 我煽動過他,但他不肯 都是負責看著一些東西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囝囝魔童好像都是滑雪高手 Chi Lam又會不會跟對方拜下師 這麼沮喪的事 他不會教我 因為他一去到,已經去到一些我不能去的區域 黑色的地方,我還未去到那裡 因為現在正在開工,盡量不可以令自己受傷 我仍然會保持初學的階段 慢生活 樂極忘形的時候,都會有很多受傷的情況 所以今年一定會更加小心 除了去旅行,Chi Lam又有沒有準備禮物給家人呢? 沒有啊,因為實在是比較忙著拍戲 所以就沒有空去搞禮物那部分 不過其實物輕情意重 可能一起吃一頓飯 我覺得更加有意義 他不是很物質的 最多可能可不可以多一塊滑板 那些我覺得是OK 都是對他的技術有幫助 啊 嘿嘿